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火箭是个一级半的火箭 一级火箭滚往主堆起 一级工作结束就把载荷送到轨道上去 一般来说打低轨道 这种任务都需要两级半火箭接力工作 一级扔掉之后 二级要再接力工作 才能把它送到轨道上去 火箭都是串联工作的 一级 二级 三级 这个串联不是刻意要这么设计的 是迫不得已 单级入轨是所有航天的终极目标 河纳城那种 取悠我们这种动力的组合 沁氧和没有这种组合 特别是中间的沁氧 可以长时间小推力地工作 过去两级半直接入轨 两级火箭想完成的任务 这个火箭一半就能完成 实际上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 从长五任务到五B任务 我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平台 都需要状态的转换 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一层平台 在长五任务中 它对应的是新二级的部位 在长五B任务中 它对应的是整流罩的部位 保障的需求不一样 我们就通过它的液压系统 对这个平台的高度进行调整 以适应五B任务的测试需求 另外由于五B整流罩的部位 直径比长五星二级大 所以说我们把它的翻板翻起 以适应它更大的一个 直径的一个需求 直径的一个需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